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的一篇最新报道指出 那些模仿中国武汉封城的西方国家可能学错了课程 因为中国在武汉封城后还采取了更多严格的防疫措施 这才将疫情控制住 可这些措施还没有被西方国家采用 在这篇报道中 华尔街日报表示 中国在1月中下旬宣布武汉封城的措施 其实仅仅是延缓了病毒向其他地方扩散的速度 但封城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病毒在武汉 内部的传播 真正令武汉形势出现逆转的是 2月2号之后采取的更为严格和系统化的隔离机制 即轻转患者乃至那些与确诊病例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健康人员 都会被送入方舱医院或临时隔离中心进行隔离 该报写道 该报继续表示 在这种策略下 武汉数百个酒店 学校以及其他地方都被改为了隔离中心 两个全新的医院拔地而起 并在公共建筑中又新设了14个临时医院 同时武汉还大大扩张了其新冠病毒检测能力 从1月底的200例一天 提升到了2月中旬的7000例一天 阿丁堡大学一位研究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教授 对《华尔街日报》说 美国 英国 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将最终像武汉一样 不得不建立更多的方舱医院和隔离中心 去隔离更多的病例 这样才能将病毒控制住 他认为这些西方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只是做得太慢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纽约目前已经在考虑 将当地知名的贾维斯会展中心 改造成一个拥有一千张床位的临时医院 并正在计划将许多酒店都变成医院 只是正能创造出多少床位尚不清楚 最后《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 虽然一些外国专家和官员 对于武汉的模式仍然很抵触 但更多专家认为 武汉在2月2号之后 采取的系统性隔离和检测机制 与韩国和新加坡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 而且都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许多外国政府起初都否决了封城建议 称这种策略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做到 但如今他们都在执行类似的政策 不过他们的限制更少一些 而且也没有采取对应的识别和隔离并利的措施 《华尔街日报》略带讽刺意味的写道 可否指控制作证明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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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